憲哥 哇 已经到彼此热露寒暄 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上好友沈玉琳和Melody主持的综艺节目 还找来大咖友人 没有我们看到玉琳跟看到中宣大哥 我们都非常开心 发自内心的喜悦 他说韩柳是你的韩柳 我知道我知道 冬天来对徒子来讲圣幸福 非常 被吴宗憲的妙语如珠逗得哈哈大笑 韩国瑜也透露两人解释过程 我去听你的演唱会 演唱会这是一个 因为我妈妈是高雄人 然后妈妈说 只要是我们高雄的子弟 我们要多帮忙 所以那一次才会因为这个样子 我在高雄你当市长 找了600个员工 今年来不过尽量不要在韩总面前提到高雄两个子 没有问题 不会 绝对不会 交情号什么玩笑都能开 沈玉琳2018年替韩国瑜主持造势晚会 近两年虽然鲜少联络 但他说韩国瑜私下很贴心 我们走的时候 韩总跟嘉芬姐毁随我们 然后一直要送客 然后一般的时候要叠踢口就好了嘛 没有一起坐电梯 然后我们上了接到我们车子以后呢 开着开着开着我就转头看 我眼泪流下来 他们夫妻俩站在原地 三人首都同台全场笑声不断 身为现场唯一女性的Melody也被韩国瑜大赞 压力 这个眼前悠景到不得太高了 点开已婚的身份 我们三个谁是你的菜 你选一个 那你为什么看都不看我一眼 幽默英达让Melody无法招架 韩国瑜遇上沈玉琳 吴宗宪 变得超活泼 也让大家见识到 政坛和演艺圈的跨界友谊 TVA新闻张密如张 启云台北报道